HELLO 大家好,我是Hidy 今天想說說故事,聊天,和大家探討一下名牌和儲錢 話說上個星期我出了一個IG story 有點曬命的 因為我男朋友說我生日想送一個手袋給我做生日禮物 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今年年初他都說他升職要送手袋給我 但我忘記了 有一天他發了一個訊息給我 我們是不是要去買手袋 然後我心想無緣無故買什麼手袋 無事獻恩群什麼事 他就說什麼?我答應了你,我升職要送手袋給你 我以為他會說一下 因為我對於他的事業沒有什麼幫助 他升職為什麼要送禮物給我 所以我就拒絕了他 我懷疑因為我平時不斷拉他去Celine 和Loeira介紹一些手袋名 告訴他什麼尺寸是什麼價錢 什麼顏色是今年新款 他覺得我太煩了 就覺得不如送一個給你吧 一勞永逸,你不要再煩了 所以又有這個生日offer 但他猜不到我又拒絕他一次 其實都還沒拒絕得好死 我還是在心思思 但我都跟他說了 有很大的機會我還是不想買的 Anyway 這個Story出了之後 那天我就忙到飛起 因為大家瘋狂的DM我 問我為什麼不買 或者我都覺得很不值 那些手袋這麼貴 我就發現原來大家對這個題目 都很有興趣 也有一大堆人問我 哇,你平時這麼喜歡買東西 究竟你怎麼可以儲到錢的呢 令到我覺得 今天不如拍影片說一下這兩件事 跟大家說一下 我是不是真的這麼清高 不買名牌的呢 當然不是啦 如果你也有興趣這個題目的話 影片會有點長 Anyway我們現在就開始了 如果你都喜歡看這類型聊天影片的話 記得按個Subscribe 還有旁邊的鐘仔 還可以follow我的Instagram 我也很喜歡和大家在那裡互動互動的 現在的手袋越出越小 甚至乎有個名字叫做廢包 要多放一部電話都要左想右想 要拿些什麼出來才可以放另一樣東西進去 這些袋都要過萬元 但是以前的年代就不一樣了 我第一個的Cucci是牛龜這麼大 我直接形容它可以用來藏絲都可以了 就是我手上這個的 可不可以繁布呢 這個質地 大家會看到很classic的 都是Cucci的顏色 上面布滿了Monogram的 大到直接遮住了整個螢幕都可以 正當現在很多袋款裏面沒有任何間隔 都可以幾千幾萬起跳 這個袋裏面有個超級無敵大的暗格 還要有拉鏈 還要是整個袋都可以拉鏈 拉起來的 現在的袋你想要多個拉鏈要多個扣呢 簡直是奢望了 這個袋那時候是買五千元左右 除了這個手提袋 我十九歲生日禮物 還有我手上這個Cucci錢包 它們是同一個系列 裡面現在放著不同國家的貨幣 每一次去旅行剩下的省紙 我都會放在這裡 還有一些童年的照片 一些很老套 但很值得懷念的銀紙摺心心 對我來說 這兩樣東西都很有紀念 畢竟是我人生第一次擁有精品牌子 所以我是完全不捨得丟 然後一直保存到現在 剛剛出來社會做事 認識了不同界別的朋友之後 你會發現他們介紹給你認識的牌子 簡直令你大開眼界 在朋友的影響下 這個袋我又想要 這對耳環我又想買 他買完這條皮帶我都覺得很漂亮 所以在那段時間 我都是有點迷失自我 人有我都想有 既然我以前都會買精品品牌 為什麼現在會收貨 收了手 有什麼心態上的轉變呢 其中一個我覺得最大的原因 就是牌子他們的加價升幅實在太誇張 太大了 在我還會買手袋的年代 Chanel Boy我已經覺得很貴 當時是約2萬元 現在Chanel Boy 今時今日的價格已經升到45500元 你說值不值呢 就好看每個人心目中的價值觀 說真的 它是有一個歷史 然後它有它的設計理念 有它的成本 它的皮 它的手工 所以 其實現在 人工費又貴了 舖租又貴了 所有東西加起來 它的加價是無可厚非的 但是 由於本人的工資 沒有加了這麼大的升幅 所以 漸漸地 我又覺得 唉 既然追得這麼辛苦 又何必呢 我就索性 完全不再追了 這個賣精品的行列 也有觀眾問我 會不會考慮買個袋回來 用一陣賣出去 加一點錢 就可以換個新袋 或者是找代購便宜一點 二手的袋 甚至乎現在很流行的中古袋 我全部都沒有考慮 第一 我是告訴大家 我很有虛榮心 我很喜歡去專門店 跟SA聊天 了解一下 然後八卦一下 總之我很喜歡有Service 我覺得我給得起一個價錢 去買個袋 裡面包含了服務 然後 我很喜歡自己親手去摧殘一個袋 這樣說好像很粗暴 但我是不喜歡用別人曾經用過 我想由一個全身 讓我用到它有自己的感覺 甚至乎代購 中古袋 我是不懂得分真假 也不想浪費時間去研究真假 所以 我覺得永遠去專門店買 是最安全的 不過這件事 每個人追求都不一樣 有些朋友會覺得 他用最低的價錢 買了這個手袋 他就最開心的話 是絕對沒問題的 我想每一次開Live的時候 總有人問我 究竟你有什麼方法可以買這麼多東西 都存到錢 其實大家都誤會了 我不是你們想像中花這麼多錢 沒錯 我是買很多東西 但其實我在其他方面的洗費是很少的 其實我的方法很簡單 就是每個月設一個數字給自己 例如五千元 我的所有洗費 乘車、吃飯、玩和買東西 總數都是這五千元 那你自己就要想想怎樣分配 例如最近的購物肉很高 那我就少些約朋友吃飯 因為我會知道 約朋友出去吃飯 每個人都要二、三百元起跳 你若少三次 你已經差不多省了一千元 可以多買你心目中的某些東西 所以我只會覺得 你既然想在這裡開心的話 你就要犧牲在這裡的玩樂 那這個就是我自己的方法 完全沒有任何技巧 純粹是靠自律和自己控制的能力 平時一個人 例如吃飯的時候 我是吃得很便宜的 可能是吃那些二十元的雲吞麵 我覺得平時我買東西 已經是對自己很好 所以在這些一個人的時間 我又會不覺得是對自己差 反而是為自己買東西的未來 作出一個名字的選擇 其實我覺得一切都好看你的 經濟能力和負不負擔得到 如果一個月是賺十萬八萬 我只管你 每個月買一個萬多元手袋 我覺得不算太過分 但如果一個袋已經等於一個月人工 的話 其實你每一刻每一季都會有你的wish list 究竟你追不追得及呢 我曾經都是那些很珍而眾之 每一個袋 是要覺得有什麼重要場合才揹出去 但慢慢地我發現 每次揹同一個手袋 我覺得很悶 覺得別人會認得 有些可能是季節 那些 再揹呢 好像不好意思 有這種的 心態的時候 你就會很想再買下一個手袋 去代替現在這個手袋 你是永遠都追不及的 每一季都會出一個系列 每個牌子都有一個系列 你總會找到你的心頭號 那所以呢 我漸漸地真的脫離了這個系列 那現在呢 我會寧願用一萬元去買 可能十個八個袋 那我可以揹十次八次 不同的Style 我反而會有開心點的感覺 那當然啦 可能你會說 哇 你曾經擁有過 你當然是這樣說 我承認的 因為以前的袋真的沒有現在那麼貴 我拒絕我男朋友的理由是很搞笑的 我跟他說 我每個袋都很想要 但是每一個袋 我都不是說特別好想要 我每一天都會有一個新的手袋 是覺得他可愛 或者漂亮 或者好搭 或者實用 但是呢 每一個袋 我都會找到他的一些缺點 不過 我又不可以說到那麼死 可能有一天你都會看到一個開箱的 但是一定不會是過萬元的手袋 因為我覺得現在這一刻 在我自己的價值觀 我是不希望擁有一個過萬元的手袋 可能有一天 我覺得我的頻道有一個很大的成就 我會買一個獎勵自己 但是 我都應該會心痛 對了 嘩 這條影片我又好像吹水吹了很久 Anyway 那這個就是 我想跟大家分享我對於名牌袋的看法 一些大家不為人知的一面 原來我曾經都是一個這麼喜歡買名牌袋的人 還有我究竟平時是怎樣儲錢 可以做到一個購物狂的錯覺給大家 對了 今天先聊到這裡了 希望大家喜歡今天的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按個讚和訂閱頻道 我每個禮拜都會上載兩條新影片 凡是六更新 還有是日更十二點 對了 我們下次再聊了 拜拜 嗵 哈哈 咻